他这样的逃兵就应该被枪毙 1940年 彭德怀和朱德怒气冲冲地走进毛主席办公室 表示要枪毙一名逃兵 毛主席听完前因后果后 坚决表示不能杀 彭老总和朱老总都不解其意 但在多年之后 这名逃兵竟然成为了司令员 如今看来 毛主席竟然在无意中救向了一名未来司令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940年 彭老总和朱老总相继接到了一个消息 八路军进查济军区的一个参谋长 竟然带着20多名战士叛逃了 我们的队伍向来纪律严格 在此之前 从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事情 朱老总和彭老总听后都很生气 尤其是脾气火爆的彭老总 直接找到了毛主席那里 愤怒地表示 像这样的逃兵就应该拖出去枪毙 毛主席听后也很惊讶 但他并没有马上做决断 而是仔细了解了事情的前因后果 随后语重心长地说道 这个人过去立下了不少功劳 是名不错的将士 杀了实在可惜 而且现在也正是用人之计 毛主席还没说完 彭老总便打断了主席 用人不宜 宜人不用 我们就算再没人用 也不能用一个逃兵啊 主席却摇头说 他可不能算逃兵 毛主席为何这样说 这个逃兵到底是谁 点击头像进入主页 我们接着往下看 这名逃兵 名叫杨尚昆 是进察聚军区一分区一团的参谋长 和毛主席说的一样 他在过去立下了不少功劳 早在16岁那年 他就加入了红军的队伍 是走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老革命了 当年在红军强渡乌江时 就是杨尚昆带领十几名士兵 率先冲锋 吸引了敌人大部分的火力 主力军队这才能够顺利渡江 杨尚昆也因为这件事 成为了红军中的勇士 之后又几次被提拔 到了八路军时期 已经成为了一名营长 1939年 组织调任杨尚昆 到进察聚军区的一个团 担任参谋长 杨尚昆欣然接受了 然而没过多久 一支队担任队长 这让杨尚昆郁闷不已 他这个团参谋长还没做热乎 就被贬了 他越想越难受 最后在有些人的煽动下 他竟然带着二十多名士兵叛逃了 叛逃后杨尚昆越想越愧疚 不到一周 他便又回来了 还主动找到了上级成人错误 这才有了视频开头的那一幕 那么毛主席为何说他不是逃兵呢 组织最后打算如何处理他 点击头像进入主页 我们接着往下看 杨尚昆叛逃的行为是十分恶劣的 彭德怀和朱德一致认为 应该枪毙处理 以警效用 但毛主席在听完前因后果后 觉得杨尚昆并不能算是逃兵 主席对彭老总说 如果杨尚昆是因为怕上阵场 投靠敌人而逃走 那他就是逃兵 但他现在是因为内部矛盾而叛逃 这不能定性为逃兵 更何况他能主动回来认错 可见他是一个心性坚定的人 我们应该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有了毛主席的求情 杨尚昆最终逃过了被枪毙的命运 但死罪可免 活罪难逃 毛主席在思考后 决定给予他开除党籍的决定 并要求他去抗大接受学习 杨尚昆得知后感激不已 他本以为自己肯定难逃一死 没想到毛主席网开一面 放过了他 他感动的说 我一定好好改造 争取早日回到党的怀抱 1945年 杨尚昆因表现优秀 恢复了党籍 并在解放战争中立下了大功 于1962年 被任命为干南分区司令员 后任福建兵团副司令 而这一切都要感谢毛主席 是他老人家救了一个未来司令 大家对这件事怎么看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互动 我们下期再会